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暗潮整体天蓝色的配色非常好看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蓝色了 所以说这个配色是非常非常丑我的 加上从顶上看下去 不论是身体的这种天蓝色 还是它前后期的深蓝色 搭配上橙色的涂装点缀 以及橙色的武器透明件都是非常漂亮的 背上也可以看到银色涂装的点缀 整体的可动给我感觉的话也是相当的不错 虽然说很大一部分的可动都是变形需要了 紧固这一块 超大幅度的可动 脖子可以做到一个360度旋转 这一块的旋转 以及前面这一块的旋转 再到这一处的连接处也可以进行到360度旋转 所以说就单独这个头部就可以摆出非常仿生的一个造型 一个曲线 以及它的尾部也是一样 连接处的旋转 是球关 外面这一侧也是有旋转关节 而第二处旋转关节只能做到一个向上旋转 并不能向下 末端 两侧的透明件 四肢旗分别可以进行到一个角度的旋转 以及向前 向后 而后旗 由于变形的需要 还可以做到这一段关节的旋转 背上的背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虚心 进行角度调整 连接处是球关 再来看到它所配备的武器 乌贼枪 虽然说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处须 但是后面一些乌贼触角的细节刻画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同体都是橘色的透明件 可以通过凸起 按插在它的前旗 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或者是可以通过峰会上的位置 按插在它背炮上的凹槽中 同样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按钞变形成辖制形态 首先我们要将底部的这个塑料板 捏住 下拉到底 这样两侧肩跑就可以按压下去 将头部先沿关节旋转180度 再沿着块关节向后旋转 贴合住灰色板件 再捏住整片黑色板件 向下旋转贴合 将整个脖子沿关节向下旋转 整体两侧的灰色板件沿滑槽向上旋转 尾部沿关节向下旋转 沿关节依次折叠 两侧透明零件沿旋转关节向下旋转 将前期旋转到合适的角度 沿旋转关节向内侧旋转 脖子处灰色板件两侧凸起 对应两侧的凹槽进行一个固定 后期沿旋转关节旋转180度 同样也是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沿旋转关节向上旋转 注意同时要让两个凹槽对应两块凸起 进行一个结合以及固定 最后将身体两侧的臂炮向外旋转 旋转90度 分别向下旋转贴合 变形就算是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较子形态也是非常的平整 但是武器没有办法进行到直接的收纳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了 毕竟脚的内部比较空 我们给它直接藏在这个空洞里面 也扣合一下 并不会掉出来 整个玩下来给我感觉最大的问题 就是尾部的透明件 比较的薄 然后又是作为一个卡扣固定插栓的作用的 所以说你在侠子形态可能稍微调整 稍微用力一点 或许这个就会错位给顶开来 加上这个透明件比较薄 可能会顶出白痕 在这边稍微调整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一侧是有这样的断裂的 大家把玩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注意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收纳进匣子当中 这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把玩分享的 如果您也喜欢模玩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 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是海岸 期待您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